轻轻的就好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作品了吗 来 试看 寒假的第一周 就有民间团体在牡丹乡母林分校 举办陶义东令营活动 邀请陈傅伯留担任文化大使的 在地公益老师华恒明 透过文化的认知和手感的温度 引导小朋友做出属于自己独特的作品 今天做起来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因为很好玩 怎么样的好玩 可以做完然后可以自己带回去 做套图很有趣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 没有 觉得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一开始可以自由发挥的时候 那我们透过艺术呢 可以治愈某些孩子的不安 透过这样创造力培养的过程 建立他的自信 第二个呢 我也是透过这个课程培养一种什么 小孩子要被教育的部分就是他面对事情的态度 华恒明强调这次赢队的重点不在学技术 而是新手合一的创造力 孩子经由思考尽情发挥想象力 让他们的作品不再只是传统工艺的复制和模仿 这个年代新的孩子接受新的文化 新的资讯新的技巧新的职才 应该在艺术文化方面 应该要有新的表现 这也是我们对他这种新的期许 这是说这是开课的一个初衷 围棋一中的课程从认识土开始 陆续融入部落的文化历史和生命观 藉由孩子的心和手重新呈现他们对逃逸的想象 培养他们潜在的无限可能 原始新闻巴朗 评论牡丹 採用不到